歡迎收看理財總動員 我是阿蛇 台北股市在昨天再次出現了破底的現象 如果我們就籌碼面來做觀察 我們可以發現到昨天破底的最大原因 大概就是受到了外資大賣台北股市的影響 不過在昨天的尾盤的時候 HL已經出現了一個拉尾盤的現象 我想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投證實在是難以分辨一個個股的多與空 所以說現今的投證到底該採取什麼樣的操作策略 來進行操作會是相對安全的呢 今天我們特地邀請到了所謂的Eddie哥 要來為各位進行最佳滿面的相關介紹 接下來就讓Eddie哥來為各位好好解釋 Eddie哥 聽說您今天要來教各位投資人 利用很簡單的三個步驟 就可以來幫投證抓到所謂的最佳的進出場時機 不過在此之前Eddie哥 可不可以請您再次的幫各位投資人複習一下 因為我們該如何去分辨一檔個股的多與空的趨勢呢 我們來看一下 簡報上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講的是 其實大家知道最近的盤勢不太好 是 應該說今年都一直不太好 你今年就是 這個如果說指數的你知道已經跌掉了25%這樣子 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在短線的趨勢 我們今天講的都是比較短線 我相信現在大家不太可能願意去抱著股票 當然 那我們現在可以講一下短線的交易不要考慮太多 你只要能夠一眼可以看出一個趨勢 你找小朋友來看 他都可以懂的方式 這種最簡單 第一個高低點總是能夠持續下去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低點突破前低 高點一直突破前高 好 那一般來講是這樣子 圖上的左邊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這個線圖 這個趨勢性很直覺的就是 很明顯 左下 最後的價格在右上 是 那這樣子我們就是很單純的 這個看多 因為你找小朋友來看他也知道說 這個叫做往上 那你如果是右邊這種東西就是 左上 右下 你找小朋友來看他說 這個往下 是 這是一個最直覺最簡單的一個判別方式 不過Eddie哥這邊我想打個岔跟您做一些提問 因為我們這張圖是已經趨勢走出來了 不過在前面可能只有兩三個播風播股的同時 我們沒辦法去判斷這檔個股 是多還是空的一個趨勢 所以說我們在判定一檔個股的 多頭趨勢還是空頭趨勢的同時 是不是有一些比較必要的條件 就好像市場 常常跟投資人講 要所謂的 頭頭高底底高 所以說可不可以請Eddie哥來跟投資人解釋一下 您對於多頭以及空頭的一些條件 左邊跟右邊 這多頭跟空頭 實際上有一個很關鍵的點就是 阿仔剛剛問說 這樣看了你都畫完了 你當然就知道 好沒有錯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以左邊多頭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 假設一般來講 趨勢在這邊發展的時候 有這邊這個棒子這邊 看到這個框框這個地方 你會說這個地方我還不知道是不是多頭 我只跟大家講 不管是多或空 在一個相對區間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因子 叫做 如果價格創了新高 創了那個區間的新高 或者是那個區間的新低的時候 它就代表它趨勢出來 它有可能就是 多頭再創新高 創新高跟創新低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關鍵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高過高 或者是低破低的這個點 所以價格主導一切 就是我們只要看到價格突破了新高 我們就要先視為它是多頭 當它創了新低 基本上它的趨勢應該就會是空頭 所以在不管在哪一個區間 你把它怎麼拉起來 你去看 它都是一個 就是 應該先認定它是多頭 因為 我們都不會知道說 後面價格怎麼走 但是我只能知道一件事 現在它創了新高 本來市場就是比較熱弱 當創了新低 市場就會比較恐慌 原來是 在我們抓完一檔標的 它的趨勢是多 或者是空之後 接下來投資人 又該如何去抓到一檔個股最佳的進出場時機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確認趨勢是多頭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在多頭我們在找的是支撐 在空頭裡面我們找的是壓力 比如說 以最近盤勢比較不好的情況下 你會發現到 從14000跌下來變13500 13500我就覺得應該要上去 結果沒有又變13300 13000 到現在正是看到12682 所以你會發現到在短時間裡面 一直在創新的低點 所以短線上面你會發現到 最近是比較偏什麼 偏空頭 對 這是很明確的 所以就呼應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我要怎麼確定現在是多外空 你最近都看到在創低 所以你心裡要有一個概念就是 最近盤勢可能 比較不好 我可能休息 那不管是多或空 你要弄清楚一件事就是 在空頭的時候 我們在找的是壓力 像最近可能就是說 盤勢可能看到都是13000 它是個整數關卡 它是一個壓力 它絕對還沒有變成支撐 所以你要先弄清楚 現在是空還多 當你發現空頭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說 有些關鍵價值它是壓力 而不是支撐 但是呢 當你找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還是要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要在哪裡做操作 那一般來講 我會建議當大家 就是投資人 因為一般人在工作 在上班 趨勢在發展的時候 你不要太去追高殺低 因為你第一個 你不是專業投資人的情況下 你可能受不了 所以一般來講 我會建議在整理區間的時候 來關注我們要的一個重點 好 那麼Eddie哥在我們介紹 到底該如何去實際 找到一檔標準 進出場 點位之前 可不可以請您先 舉例幾檔實際的例子 因為我想 投資人在經過你們這邊的介紹過後 可能對於 找支撐 或是找壓力 可能還是會碰到一些問題 所以就麻煩Eddie哥直接 舉例一些實際的例子 幫各位投資人做說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80690元太是今年的OTC的 算是熱門強勢股 那以它來做一個範例 就是說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你看 以這檔個股 你先看 拉一個大概半年區間 那時候我們大概在五月的時候 四五月的時候看到它 那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今年的五月之後 事實上行情就非常非常的不好 好你看 直覺一看 元太這樣一看就知道 它一個將近半年的趨勢 實際上是 多頭趨勢 就是中間雖然有回檔 但是你看它持續在創新高 好 那我們來找一下 像這樣子的時候 你說Eddie哥我找到 我知道要多頭 那你不是說 我要來找這個支撐壓力了嗎 好那我們來看 第一個 這個196塊就是剛剛上一張圖的 最右邊那個區塊 有興趣的這個朋友 就把它停一下 應該去比對一下 那我先跟大家講 第一個 我說過要找出整理區間 那以這邊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到 這裡事實上是一個很明顯的 整理區間 那我第二點上面講的 上癮線跟相對的高點區 是短線的壓力帶 其實這邊我就想要請教一下Eddie哥 因為我們一般投資人在找高低點 或者是所謂的一個壓力支撐的時候 我們其實很容易去用一個特定的價位 好比說這張圖我們來看就是196元 我們會把它設成一個短線的壓力區 可是您這邊把壓力帶 依然是畫在了可能190元附近 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好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阿德我剛剛講 一般的這個 我們看到一般投資的大眾 在或者是坊間教科書 都會告訴你說 我們要找就找一個相對的高低點 是 這沒有絕對的對與錯 但以實務的經驗上來講 Eddie的狀況是這樣的 就是說 以前我們在交易室的訓練 那我們在長期降交易下來的這個經驗 我會告訴你一件事就是 一般我們自己在找 所謂的支撐跟壓力的時候 會去找這個交易價格 比較密集的區間 就是說 比較多人交易的地方 它比較具有參考性 而且我剛好講 就是說你會說 一般人都是畫一條線 那怎麼Eddie哥你畫了一個這個 區間 對對對 畫了一個區間 因為我稱作它的代狀 我常常跟大家講 交易沒有絕對 沒有那麼的絕對 一定是某個點位某個價位 我覺得 不用這麼的強硬 就可以稍微柔軟一點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彈性 那這個彈性 大概就是1%到3%之間 你去把它畫成一個帶狀 就像我們在看氣象一樣 是 它是一個雲帶 它不是一條線 那 這裡我們就回到圖上來看 就是說 這邊 這裡有一個長長上限 很明顯 但是呢 這就一個點 所以一般來講 一定會往這邊回推去看 比較多交易的區間 就是說 比較密集 每一根K棒有來到最多次的地方 對 那你會發現到 可能在往下拉的時候 大概我可能到190附近 是 所以這邊我會先試圍 這個區間的壓力帶 那下緣的話 當然就很明顯 因為下面都有下引線 甚至有一個比較多交易的地方 所以這邊可能是一個 這個整體區間的支撐帶 那這個制壓很快 你就可以把它找出來 那麼你跟我們在找完了 所謂的短期的壓力帶 以及短期的支撐帶過 投資人又該如何去找到一個最佳的競速場時間 是用順勢交易的概念去追突破嗎 還是說有什麼其他的操作 是可以提供投資人做參考的 我們接下來跟大家講 就是說 以順勢交易來講 確實 大家很喜歡做所謂的追突破 當然追突破 有追突破的這個 風險 方法 那風險 等一下我們一拼跟大家講 就是說 追突破有什麼樣的風險 像以這張圖來看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 那個區間出來之後 後面事實上連續走了 三個紅K 會上漲 那實際上 這個190這邊 實際上是我們剛剛之前畫的一個壓力帶 那你會看到第三支的時候 事實上已經突破 而且甚至已經在攻擊了 那這個地方 你會說 哇 漲這麼多 我現在去追 這個風險會不會很高 Eddie只跟大家講 我這邊有講 這也是四單的時機 但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張的狀況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 前面三支我們剛剛講的 在這邊進場不是四單嗎 是 我跟大家講 一旦區間做了攻擊 他就不應該去做回檔 OK 那這時候阿澤一定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那個 這個攻擊 阿澤一定問我說 這個攻擊了 你追高 剛剛你又講了 是不是會有風險 我只能說 有 那這時候風險我要怎麼面對 我先跟大家講 既然攻擊了 如果它是有效的攻擊 它就不應該回檔 所以我第一句就有講了 攻擊後就不該再回檔 因為為什麼 當你上面的壓力 攻擊之後 一般來講 我們會怎麼看 會轉成支撐嗎 這大家常常知道嗎 支撐會轉 壓力也會轉 壓力也會轉 對不對 當壓力被突破了 它應該就要變成支撐 是 所以它就不應該再回檔 而它如果一旦回檔 積極著 它基本上它就停損出場 比如說190進去 就回到190 我跟你講 有的積極190 他看到190 他覺得狀況不太大 他整治就出掉了 但是我會說 比較保守的 就是你的停損範圍區間比較大的 搞不好你就控制可以抓 下緣的這個區間台 因為也有可能在這邊 去做震盪 掃完之後 繼續突破新高 所以它有積極跟保守的應對方式 它有兩種的方式 那就看投資人自己怎麼樣去 因為每個人的風險承受度不一樣 是 那Eddie哥 我這邊還想再補充一個問題 因為你這邊有提到 攻擊後不該再次回檔 不過如果我們在操作一檔標題的同時 有時候它可能在盤中 一度有跌破了我們所謂的一個 回檔的一個所謂的壓力區間 那我在盤中應該就馬上執行停損嗎 還是說我們等到收盤價再來執行決定呢 一般來講 我們會比較建議投資人就是說 盡量盡量 你可能等到快收盤的時候 你再來決定它是不是 已經真的跌破 對 因為這個盤中 我們常會被那個價格的這個 上下區間 少當的區間 去被影響 因為我們常常有一句話 你太貼近盤面 事實上你的操作機效應該不會太好 而且老實講 如果盤中一下子停水 然後一下子又收盤 一下子停水一下子 中間的交易成本其實一直被摩擦掉 對那就是所謂的過度交易 結果你到最後收完盤才發現 早知道就不要這樣子堅進出出 是 所以一般來講會建議大概就是 到了快要尾盤的時候 你再來慢慢看一下 今天是不是真的 對 那當然如果說盤中殺得很快 行情變得很大 那當然你該停損 就一定要停損 這個變化中 有時候我們都不知道盤面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比較中性的一種做法就是說 我們可能到尾盤 快收盤的時候再來做決定 就是說是不是已經該出場 是 那麼Eddie哥我想在今晚的介紹過頭 投資人大概都能一些了解了 那在這邊可不可以請你再幫投資人複習一下 到底該如何利用這簡單的三招 就抓到一個最完美的進出場時機呢 好就是 我們講喔 簡單講 趨勢確認完之後 我們要找的就是 像白框那個樣子 就是 欸這個 可能是一個攻擊的區間 那你看喔 這樣一路攻上來對不對 是 實際上到第四隻的時候 就是我們講的 他就不應該怎麼樣 回檔了 所以這邊事實上被攻擊過後 他這邊回檔 都沒有去破 都沒有去破這邊的一個壓力帶 所以代表這邊可能已經是多頭 新的支撐 那到後面我們就不管了 當然你賺錢的 你要怎麼賣就怎麼賣 賺錢都沒有關係 但我只是跟你講 在進出的攻擊 那個瞬間喔 攻擊完就不該回頭 所以為什麼一般來講 我們會跟投資人講說 做突破的時候 你要有一些策略債 要有一些這個 關鍵債 你不要就是 我傻傻的看到創新高 我就追不一定喔 追進去之後 你要有進出場的依據 那白色這個框框 就是我們講的 最有效率 的進出點 那麼Eddie哥 節目的最後 想不想請投資人 一些 就是介紹一些你的標的 其實近期盤 真的是相當的一個不明朗 投資人真的是 沒有標的可以做 所以說可不可以請您 分享一些近期可能 相對有機會的標的 給提供投資人做參考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像這個創建 當然你會說 前面跳空缺口這麼大 這個不是跳空缺口 它實際上是除息缺口 是 那如果你軟體把它打個還原價 實際上 這檔個股已經相對於大盤來講 是強勢很多了 是 那你會發現到一件事 它以近期的走勢來看 它有一個左下右上的多頭趨勢 那你會發現到它最近 事實上它已經呈現了一個 這個盤證的區間 是 那事實上你就可以去運用 剛剛我們講的 先去把一個支撐彈跟壓力帶找出來 那接下來你就好好觀察 它有沒有機會 會出現可能連續的長紅 甚至是放亮的長紅黑 就是要帶亮的 你 才去做試單 那如果當它沒有亮的時候 它即便不小心突破了新高 也不要太積極 盡量要有亮 你才會有市場的共識 因為我們在做短線 你不能沒有亮的時候進去 到時候會出不掉 那這邊Eddie哥 我再補充一個問題好了 我們可不可以反過來說 如果我說這檔標的 未來沒有突破了我們所謂的 畫出來的一個壓力區間 反而是跌破了我們所提到的一個 所謂的支撐帶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投資人 是不是可以反而去 試著去做空看看呢 好 今天就要的東西 實際上跟大家講就是說 當然盤是不好嘛 是 先提醒就是說 它能不能反向去做 答案是可以的 但另外要一個特別跟大家提醒 在做反向的操作的時候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 以台灣的這個證券交易法規裡面來講 在做空上面 第一個 限制很多 現在我們的這個主管機關 儘管會針對 盤是不好的時候 針對這個做空的人 做反向的人 它的這個 限制 對有提高 保證金有拉高 宇宙以前融券可能九成 現在變成120 甚至120 那你借券可能要到140 但是 那那個數量 還有流通性上面 都會跟一般在做 做多 你買進股票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這些東西是投資人 你要做之前 你自己要先做好功課 是 但他可不可以這樣做 可以你把圖端反過來 這絕對是OK的 沒有問題 好 那麼Eddie哥我們接下來 看最後一檔標的 有冒生 其實這檔標的 我們放大給投資人來看 我就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到 這檔標的其實在短線上 最後跟K棒 確實有突破了近期的一個 短線的壓力區 但是呢 很特別的地方就在於 他收盤的時候 留下了一個非常長的上影線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投資人如果進場去做試單 投資人應該要續爆嗎 還是說 隔天開門應該趕快執行停損 像這個啊 我們先講他一定是一個 這個左下右上的多頭趨勢 而且他一定相對於大盤是強勢的 不管你放了一個均線 放指標都一樣 當然阿澤現在問了一個問題就是說 假設啦 假設我們很直覺 就108這附近 我覺得這邊 這個上下可能 有一個 壓力 對 那當然在這個 以10月19號的狀況來講 你看喔 他實際上收盤價是收多少 109 這就算是最高點 他實際上是收在最高點之上 但問題是 這邊突破了 你真的到這根去追的人怎麼辦 也就有兩種建議 第一個就是說 當你進場的這個成本價 一旦跌破 就我們講 一回檔 他可能 不要管他是109買還是108買 他基本上只要看到這個 一回檔 他極有可能就出場了 但是如果這個突破是有效的 基本上他在這個108這附近的這個 原本的壓力帶變支撐的這個支撐帶這邊 是 不應該被跌破 他應該就會繼續往上 但問題就在於 這一支個股 實際上他有下影線 盤中事實上曾經一度跌破 所以這時候我們來說 盡可能的 用收盤價 對 盡量讓你的操作 能夠有彈性一點 然後這樣可以做一些變化 原來是這樣 那麼Eddie哥 節目的最後可不可以請您 再次的告訴投資人 一些所謂的中階 或者說你有沒有一些小訣竅 是可以提供投資人來做參考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有講 第一個先確認多空投趨勢 最後趨勢出來之後 我要等待的是整理區間 那整理區間裡面 事實上最重要的一個點 是我們講的 就是要有攻擊的態勢 當攻擊態勢出來的時候 我才考慮來下單 那下單的第一步 當然就是用四單 你不要去重壓 就是說馬上我就all in 因為重壓這樣子進出 對一般投資人來講 應該這樣說 如果說正確的操作策勢 是可以執行的話 你多做嘛 你不需要重壓嗎 我每檔都做 還是可以帶來自己不錯的報酬 是我覺得交易 就是一種戀青的狀態 就像我們自己在交易也是一樣 就是慢慢賺 有時候是賺大有時候賺小 但是賠的時候 你大概都要很果斷 我常常講一句話 股票賣掉沒有關係 買回來很簡單 不要怕 那永遠一定要有停損機制 不要覺得說 那個方法一定百分之百 沒有百分之百 絕對沒有百分之百 那一定會有問說 像一些標的要怎麼找 當然我自己的臉書社團 有時候我會提供一些 找標的的方法給大家 像剛剛那個事實上 都是用一些方式 就直接可以找得出來 大家可以去參考這樣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Eddie哥 幫各位所做的一些基本教學 希望提供投資人來做參考 那麼各位如果對於本集節目內容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直接加入Eddie哥的官邦社群來做詢問 Eddie哥都會親自來做回覆 喜歡我們的影片也記得幫我們的頻道訂閱 按讚以及開小鈴鐺喔 節目的最後我們就再次來謝謝Eddie哥 謝謝Eddie哥 謝謝大家 那麼這一集理財總動員就先告一個段落囉 觀眾朋友們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 厲害 iff Cuba 雲